使用252呎腰間出一房 發展商唯有出像法寶 為了自省空間 房門採用拖門設計 客廳和房門就以板間隔開 詹Sir說現在一般新盤屋內長身都以專長為主 這個設計很可見 房間另一邊場都出現空股問題 需要拆除重造 拖累全屋規檔項目只得0分 發展商唯有在廁所著手 將棋缸空間縮到極致 換人家是孕婦或肥仔學生 我還有多少位置正呢? 有3吋 我一個孕婦或是一個孕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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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詹Sir也發現廁所板竟然漏上一邊螺絲 如果收樓的時候沒有檢查清楚 隨時成為第二個肥仔陷阱 發展商行底這次派人跟隨驗樓 發現問題之後都隨即安排師傅重新裝好廁所板 事實上廁所手工相當孕婦 瓷磚破裂 鏡身脫水銀 需要整塊更換 水箱蓋都做到大小邊 需要發展商跟進 走出大廳 詹Sir發現假天花山口板沒有蓋好 是裝修師傅粗心大意之過 連同露台扶手鬆動 玻璃門邊地台框崩花等等問題 全屋只有74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利澳方曉岸出電梯兩邊走廊的空間比較窄 只能勉強容納兩個人通過 住客搬運大件傢俬的時候 或者會較麻煩